马上就要迎接新年 俄军持续对乌国全境发动大轰炸 狂射120枚飞弹 还出动俗称真空弹的致命武器 攻击最激烈战区之一巴赫木特 不过乌军防空系统没有座椅待毙 在最新一波的空袭当中 拦截了69枚飞弹中的54枚 今年进入倒数 俄军仍然不让乌克兰好过 主动温压多管火箭系统 朝盾内刺客前线战区巴赫木特 发射俗称真空弹的毁灭性弹药 据说已经夺走上千条人命 乌克兰全境好几座大城 周四传出震天巨响 超过120枚飞弹 分别从俄军海空基地 朝乌克兰人口聚集去狂炸 首都基辅奥德萨哈尔科夫等地 空袭警报大作冒出浓浓烟雾 但乌军可不会坐以待毙 抗选美国军援的可惜式防空系统 乌军深深在最新一波空袭中 成功击落俄军69枚飞弹中的54枚 其中16枚瞄准基辅的飞弹通通被拦截 不过白俄罗斯指控其中一枚S300飞弹 落入当地农田 反而召见乌国大使表达抗议 乌克兰提出十项和平计划 包含要求俄国撤军恢复乌国领土完整 却遭到俄方正式回绝 克里姆林沟要乌克兰接受限时 放弃四个俄军占领区才能停战 由于俄罗斯遭到西方抵制 传承普丁明年要在外汇市场 大量买入人民币 加速去美元化 为俄国经济另辟途径 记者组合报道